HELLO 了世紀 天靈的不信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蒙古人對上希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黃金之流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這邊 大約7點鐘方向或8點鐘 這邊的選手是HERA 是世界冠軍等級的選手 那這次選擇文明是希西里人 來看一下2點鐘方向 這位黃色的選手也是世界冠軍 The Viper Viper也是非常強悍等級的 但是在2024年的比賽成績來看 HERA好像還是更勝一籌 沒有關係 2024年才剛到一半左右而已 我們來期待一下HERA下半年的一個成績吧 那先來看一下HERA這邊的一個蒙古人 蒙古人在帝國戰爭裡面打法 前期也可以打落馬開 攻兵開都可以 那中間這裡也是有這個海冰魚型 可以去捕魚 那HERA也是遭到我就捕下自己的碼頭 但是HERA是選擇了攻兵開 那攻兵開就有一個優點 就可以拿這個小弓去射HERA這邊的魚船 所以這裡是選擇了一個攻兵開局 而不是碼頭開局 那HERA的反制方法也很簡單 反正封箭時代 唯一有魚船 戰船可以出喔 火戰船也可以防守 所以小弓能不能獲得優勢喔 這個也不好說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小弓是可以騷擾HERA家 但是火戰船跟戰艦是沒有辦法 那黃金之流呢 中間有非常多的黃金喔 這個又算是韜金草的特殊強化版 韜金草的話印象中它也是高低有起伏的 但這個地圖是沒有起伏的 HERA這邊轉出了一艘火戰船 火戰船稍微防守一下 魚船先拉走喔 這隻村民可能要掉了 這應該逃不了 好 直接死去 好 這裡過來看一下防守 細節 這裡是先補了一個射箭場 五個人蓋射箭場 想要第一時間把射箭場給蓋起來 HERA的肉馬 過來救一下 抓到一隻落蛋的工兵 這裡努力的 可以射擊村民 想要射掉一村 但看起來有點困難 最後這一隻弱馬 被工兵加弱馬傷害給反擊掉了 HERA在前線的一個防守 現在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但是至少後面已經圍好了 前面這裡果子稍微被控 這裡稍微微下木區 射箭場補了一個毛兵 看要不要先點個防護率控制攻擊 都可以 好 HERA這邊是轉出火戰船 Viper也轉出了碼頭 兩個人捕魚 出火戰船 好 開始往上方的地方繞 有毛病的地方就很難打 好 走到這個地方 好 這裡高打滴 有一個難受 好 有一擊射 那這樣應該是可以射得到 拉過來一點 劍持一直在騷擾 好 Viper 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Viper 這邊升級反而是更快一點 這就是蒙古吃野味之力嗎 但是他有在吃野味嗎 這張地圖我記得野味不是很多耶 好 應該是 不知道透過什麼方法 應該也是吃野味 開局應該還是有野味的 這張地圖 好 那這邊看到蒙古的資源 目前是領先大於300左右 好 我把它過來解一下毛病 槍斃有按嗎 好 黑暗槍兵 如果這邊不按槍兵的話 這裡毛病的話 唉唷 右邊有一隻槍兵 難怪不按 唉唷 直接戳死 這隻槍兵怎麼在這裡發呆 好 這裡四隻弓兵 還沒有倒掉 Viper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可能要走草原騎兵了 拼命中 加上一攻 傷害 防禦 都先點下去 馬舊科技 現在是提升了兩個 要前置馬舊 裝馬舊 出草原騎兵 這隻村民前置得很快 好 這裡方只要補下喔 待會可能會卡人口 欸 65 喔 還行 好 直接前置BK 攻城七隻造索 好 這裡快要射破 但是毛病已經來了 而且都是殘血的弓兵 先打掉一隻殘血的 第二隻也收拾掉 好 Viper沒有打算要晃至這裡的弓兵了 草原騎兵出關 吸血以仁 還有一分多重時間 才能升到城堡時代 OK 戳個兩下 就可以收掉一隻村民 草原騎兵走進來 這邊HERA要一直衝 OK 要打個五下 草原騎兵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傷害要點二攻 才可以四下一隻村民喔 但有一攻的優勢的關係 一攻射騰的優勢 所以還是可以稍微騷擾一下 HERA這個是怎樣 超級大爆圍 兩隻草旗 就讓HERA這裡有點難受了 HERA這邊經濟有點炸裂喔 這邊目前領先600 VIP這邊優勢非常大 要槍兵 差點戳不贏 草原騎兵過來 解一下 這裡有個洞 這邊節奏帶的非常好 VIPER衝車 先衝撞掉了射箭場 草原騎兵在裡面 HERA這邊點下了一擊馬鎧 騎士開始噴馬 先解掉落單的草原騎兵 是最好的方法 大家有沒有看到騎士出來 趕快把裡面的草原騎兵拉出來 一隻草旗都想活 卡一下 再戳 活得下來 集火 槍兵直接倒地 HERA這邊只要守住好後方的農田 這裡該挖一個黃金 後面再灑個田 可能就還可以守得住 這裡最好是轉個同時車會比較好 這裡奴砲衝車都在 好 直接用騎士上去夾 後面生女 過來了 好 但是只有六點射存 還是要小心 稍微放一下草旗補血 還可以著想 好 這裡可能要把錯綿放出來 直接一拆 衝車稍微走位一下 好 這裡被射掉了一隻草原騎兵 騎士直接上前 直接一招 騎士一人 射村女 OK 射掉 騎士上去往前 一波 這一波後面的村女再繼續一招 這邊有招到 不能招翔 再繼續 衝車繼續頂 把裡面的村民給頂出來 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這裡村民 趕快修理 第二隻村民趕快過來 先出出這個衝車會比較好 但騎士這邊硬夾 好像快夾下來了 好 村民繼續修理 直接先拆 OK 弓拆掉衝車 衝車是重點 好 哇 這個血量差一點就被攻下來 Viper這一波打得非常兇猛 HERA差一波被一波帶走 很可惜 Viper沒有成功拿下對手 好 進攻不成 然後我們就轉經濟 再轉3TC HERA這邊經濟已經輸了大概 1300的資源 但後方經濟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 果然後面要開始撒農田了 不然這個肉快要出起歧視了 好 這邊繼續轉衝車跟奴炮 而不是同時車 來 Viper 這邊是 打的 方法就是要一波帶走 想要直接帶走HERA 有這麼容易嗎 好 這裡在著想 三隻騎士 走 勝率往前要小心TC的傷害 再走 再把騎士給逼退 炒騎 哇 村民直接集火 拿掉頭 這個衝車 感覺還是用同時車比較穩定啦 衝車用衝的 很容易被村民給解掉了 還是我們轉同時車啦 Viper 感覺有同時車的話 好像會 輸出更穩定一些 好 這裡兩隻勝率遭翔 騎士上前 這一波已經打不贏 HERA中解掉了這一波的壓制 好 現在的狀況是46吋 打76吋 即使這一波壓制 沒有成功拿下HERA 但也已經打出了經濟差距 來看一下海戰方面 海戰方面 HERA現在是 控這個河域 控得非常好 這個戰船數量非常多 HERA的碼頭 Ryper的碼頭也都被拆掉了 這裡點下了輪軸技術 靜靜看起飛 兩邊暫時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打動 草原騎兵稍微騷擾一下 好 上前 好 這裡直接應騎火戰船 草原騎兵完了 這些火戰船拿下 右邊的漁船就自身能保 好 哇 漁船之力 沒了 好 兩隻駱駝去追騎士 C系列的騎士 有這個傷害減免 對於這個駱駝啊 或是槍兵的額外增傷 或是這個 意大利的勒納亞弩手 都有這個傷害減免 33%效果 而且C系列最厲害的地方是 陸地單位都有 哇 這個盜沒有補起來 尷尬 好 輸村 右邊騎士 直接從隊友來突破一波 Viper 村民數開始下降 Viper家裡的兵 兵不過 Hera這一波 直衝 橫衝直撞 抓到了一些村民 Viper家裡沒有兵 現在兵力 都是在野外深層 這隻地方 家裡沒有馬舊 也沒有打算去補馬舊了 直接補一根城堡 Viper本來這根堡 是想要插中間的嗎 現在插在家裡門口 兩隻騎士 看到蓋寶村民了 要不要過去抓一下 現在兩邊 都在盡可能的 去做自己的節奏調整 Viper這邊是 要趕快把經濟拉起來 轉萌圖 那Hera這邊是要趕快把經濟拉起來 同時還要邊進攻 如果不進攻 就等死 但是蒙圖一承襲之後 其實對西西零來說也是等死 雖然他有鎖指甲騎士 但是打起來 還是蒙圖更勝一籌 如果成行的話 所以Hera這邊 就要等蒙古圖祭 成行之前 先把Viper給打殘 讓他經濟沒有到那麼好 就有機會了 Viper這邊是 上億人挖石頭 這個石頭的人數 非常多 可能是要來直接中間蓋寶 去控這個城鎮中心 但是現在以Viper的經濟來說 要成行蒙圖的話不太容易 可能直接在補一根寶 在家裡就好 冤兵力不夠的時候往前插寶 很容易對方騎士 一波帶走 這樣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 這裡蒙圖上前 能夠射掉嗎 來不及 一換一 這樣聖旅就賺了 下傷害 最後招掉 Biper這邊 黃金數量不夠多 雖然還有三個黃金在右邊 中間的礦墟 Hera已經拿下 這裡可能要中間蓋寶了吧 這裡要蓋寶 有機會嗎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如果敲城堡的話 偷石車可能就會出來 Viper這裡很尷尬 要蓋還是不蓋 有點猶豫 還差一百石頭 應該是要蓋了 收一下資源 蓋寶 偷石車趕快按Hera 可是這邊想要先點帝王的時代 後車會慢一點點 看來是沒有辦法 補了 這個可能要衝車 或是投石車 好 現在按了一艘自爆船 要按衝車嗎 還是決定不按了 Biper這邊點下了 更衝技術 還有一級的工兵鎧甲 好 這裡收到後方村民 欸 這個 村民怎麼塞著 這個是死亡位移嗎 收村了 結果來不及收 還是死在裡面 好 騎之魔徒走進來 就是過來稍微cover一下 好 謝謝一人 這裡點下了 更衝技術 二級的騎兵鎧甲 那現在Hera這邊重點 待會是要升重裝騎士 還有鎖匙甲 還有三級馬鎧 防禦一定要先提升 好 這裡開始被騷擾到了 蒙古這邊的蒙圖越來越多 Biper這邊爆了這麼多的蒙古圖技 自爆船過來 往後拉 點掉 Biper這邊細節很細 所以我沒有被炸到 好 現在有彈道學 這兩隻蒙圖好像忘記他自己的存在 哎呀 看到少來不及 還是被收掉了 好 這個承認中心 趕快收進去 提升一下傷害 這怪攔截 出來是村民 Biper的村民數123村 對63 村民差距來到了將近一倍 好 蒙圖的數量 好 現在已經來到了二十 二十隻的話 稍微就可以做拉打了 而且傷害會蠻不錯的 好 這個承認中心 還是想要拿下自爆船 展一下 哇 BIPER這一波有點虧 太突然了 自爆船 後面抖動生旅 哇 躲掉了非常多的箭矢 BIPER這邊 尷尬被秀了一波 騎士上前 Era這邊的手術非常可怕 騎士往前捏 抖動生旅 自爆船炸了一波 本來是大力的狀況 變成打得剛剛有點四六開的感覺 突然平衡了一下 但是蒙圖還在繼續出 BIPER這邊支援量 再差一點點就可以點下帝王時代了 好 三三片田 稍微斷存 好 帝王時代趕快補 好 蒙圖炸進來 這裏要做個包夾 三級馬卡來了 坦度上升 圍下 射破木門 往前走 TC補傷害 好 還有這裏可以繞過去 這裏趕快追 好 最後還是補下了 把這個承認中心給補完 這裏想要再蓋一個承認中心 但是被蒙圖給逼退了 好 草妖治療 好 帝王時代補下 這些蒙圖趕快回城堡補血 好 草妖治療 再按了幾支出來 看起來BIPER優勢欄是非常大的 哇 這裏是直接壓寶了 這次壓寶應該可以成功壓起來 BIPER在中間的蒙圖不多 這裏看到蓋城堡 沒有想要回家 好 這裏稍微回頭關擊 但是蒙圖被城堡射到 趕快再補一根堡 所以趕快找個機會回血 好 左邊的蒙圖已經殺了進去 但是又被 擋住 好 這裏有兩隻騎士繼續擋 好 這兩根城堡 好 這兩根城堡 目前HERA的經濟有點糟糕阿 四十二村 四萬二對兩萬八 支援量已經差了一萬多 分數也差了快三千 但是黑羅還是覺得自己很有機會 好 蒙古突擊直接往後追 巨星投尺機 黑羅看到這個情況覺得沒救了 打出了GG 恭喜viper拿下比賽這裡 哇 這場viper的蒙古的節奏打得非常好 尤其是前期的猛攻 猛攻之後沒有直接想要直接把黑羅給拿下 反而是轉出了3TC開農 然後開農之後經濟打擊 猛圖一轉出來 黑羅就很難擁有主動權 那黑羅那一波在蒙古突擊轉型的途中 還是有招到一些viper的村民 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阻止這個猛圖地獄時代 三級射 精銳升級 化學一出來 就算有鎖子甲騎士可能也很難打 好 稍微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viper支援全勝 莫頭甚至贏了快要兩倍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大家都有被讀, unserem還會有最高的 不至於是炙古宗 我們下載的影片 我們下載一下